下面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numpy 那么numpy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张量计算的这样一个软件包 那么张量计算的包的话 特别这个深度学习出现以后 有很多这样一个基于GPU的这样张量计算的包 比如说这个TensorFlow Petarch等等这样一些有名的框架 但是呢numpy的话在很多的应用中仍然在广泛的用的 而且其他的这样一个张量计算的包 它的接口的话基本上也是和这个numpy的接口非常的类似的 特别是Petarch 基本上就是numpy的一个变形 就是它的一个GPU的实现 由于这个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顺序的往下讲 好吧那么首先的话做一个导入 这里的话是将numpy取了个别名叫np 而这个这个绘图的包把它取了个别名叫plt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它的版本号 我们可以显示一下 那么它当前的版本号的话是16.14 我们再执行一遍 16.4 那么我们在pass里面的话 这个函数后面打个旺号 我们可以查找它对应的文档 也许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函数是怎么调用的 通常的情况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软件包的话 它都有很丰富的这样一些文档 那么numpy的创建 numpy的话有很多创建的历程 那么其中经常用到的就是这个array 通过这个定义啊 numpy.array来去创建 那么这个创建的话 那么它可以接受一个列表 也就是说我把列表作为它的第一个参数 那么我来可以创建一个numpy的张量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指定这个张量的数据的类型 那么它是一个整形的这样一个张量 那么它的元素的类型就是一个inter-32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二维的张量 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二维的列表 是不是 那么这里的话通过array来创建二维的张量 那么它是一个两行三列的 两行两列的这样一个的曲阵 你的张量的话可以在前面或者在任意位置啊 可以插入这样一个np.new access 那么也就是插入一个维度 那么这个维度的尺寸是1啊 可以插在这前面也可以插在后面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v的话刚才是是一层四的啊 是四个元素的这样一个张量 对不对 我们可以输出一下我们v的shape 那么我们输出一下这个这个张量的shape 那么它是四个元素的啊 如果我在前面插入这样一个new access 那么它就变成了1乘4的啊 那么就就是一个矩阵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原来是四个元素的啊 那么你插入一个这样一个一个轴以后 那么它就变成了1乘4的 那么它的第一个元素的话就是一个列表啊 一个列表四个元素的列表 也可以插在后面啊 插在后面插后面的话 它原来是四个元素的 插在后面以后第二个轴是1 所以它就是4乘1的 那么这个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啊 也说这个new access插在前面 和插在后面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可以插在中间 比如说我原来的是三乘4的 我可以在这个中间插入一个new access 那么它就变成了413啊 这样一个形状的 这个张量的畅见的话 除了采用这个array定义啊 进行畅见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它的一些借口函数去创建 比如说这个arrange arrange的话是从起点到终点啊 缺成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step是1的啊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0到9之间啊 这样一些整数 当然你也可以跳 跳过一定的step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python语言啊 有点类似 line space 那么也就是0到10之间有20个点啊 那么总共有20个元素 那么它是包含这个端点的 log space 就是它取对数啊 0到5之间有10个点啊 那么这里的话它是是底的话是1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当然也可以产生实际数 那么这里的话是有24个实际数 对不对 24个实际数 24个实际数的话 底下的话做了一个recept 那么24个变成了2乘2 3 4啊 三个维度的 第一个维度是数据元素的个数是2 第二个维度是3啊 也就是说这个维度的元素啊 长度是4啊 那么也就是它的形状的话 就是234的啊 也可以通过zero去创建一个全零的 这样一个张量 那么这里就是三行四列的这样一个全零的张量 也可以创建这个应该wans 用wans这个接口的话创建全一的这个张量 当然你在创建的时候 仍然可以指定它的输入类型 那么就是三行四列的全一的这样一个张量啊 当然也可以创建一个单位取证 单位取证 那么也就地角线上的元素都是1啊 也可以创建一个地角对角矩阵 那么对这个对角矩阵上元素的个元素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列表去指定啊 那么这里1234就是对角线上的元素 那么这个是显示它所有的数据类型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n-type啊 这个n-py的话有这样一些数据类型 比如整形的话有这样一些类型啊 浮点数有这些 另外它还支持浮数啊 这个张量的话还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这里创建了这样一个张量啊 这样一个张量 那么这个张量的话我们reshape一下 那么它就变成了维度是234的 对不对 234的 那么这个n-type也是几个维度 那么这个维度的话肯定就是三个维度吧 那么它的shape就是234啊 234 size就是里面总共有多少个元素 item size就是每个里面每个元素 占了多少个字节啊 那么总共是多少个字节 那么这是这样一些属性 呃这个n-py的访问的话 也有和前面我们讲的这个list 一样的访问的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标去访问 也就是也就是通过索引去访问它 那么这个的话是随机产生了10个这样一个样本啊 随机样本整数 那么这个是它的最大值啊 最大值 好 那么这里给它一个下标 下标是2 那么就这个元素 那么它的下标都是从0开始的啊 所以它是19 这个的话呃这里的话是1到45 对不对 1到45 这样一些整数 把它reshape一下3 3的话表示它的 因为它这是二维的三行 那么它的列的话是计算出来的 当这个列为负1的时候 不要记住 不要认为它是最后一个元素啊 这个和我们前面的python有点不一样 那么这里的负1是一个计算列啊 是个计算列 那么它的宽度的话就是呃这个45个元素除以3 所以这个这个宽度的话应该就是15个啊 15个 所以它的shape就是35啊 那么这是个二维的张量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啊 每一维度都可以给它一个索引啊 这里负1的话都是最后最后一个元素 这个负1就是最后一行 那么就最后一行 这个负1就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啊 最后一列 那么就是这个元素啊 所以它是45 好 如果你是二维的 你是给了一个维度的索引 那么它返回的就是应该是一个一个列表啊 这一行啊 是这一行 好 我们这个再重新显示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三维的 对不对 它本身是一个三个维度的 你可以输出一下它的shape 那么它是三个维度的 当最后一个维度为负1的时候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维度为负1的话 所以它是一个三行四列的啊 也就最后一个这样一个二维表啊 所以它就是这个啊 这个二维表 当你指定两个维度的时候 这个负1的话就是就是这个表 对不对 当它指定第二个维度的时候 这个是零 那么取的就是这一行啊 取的这一行啊 是不是就这一行 好 当第二个维度指定 那么第三个维度的话 一个冒号 那么核上面是等价的啊 是等价的 当你第三个维度也指定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 所以它应该就是这个负1.5几吧 好 我们这里输出一下 好 是这个 所以是是是是这个元素 它是什么呀 负1负1负1 是啊 是这个啊 是这个元素 上面的话是是零 对不对 这边的话是最后 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列啊 这样子这个这个这个维度的最后一列这个元素 那么就是它 这个负1负1的话就是它啊 是这样一个列表 那么后面再加上一个负1的话 就是这个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 嗯 当然你也可以对它里面的任意一个元素进行复制啊 进行复制 但是复制的时候它会转成它对应的类型 比如说我这里附的是一个复点数 那么它这个array里面本身就是一个整形的元素 那么它就做做一个省入啊 嗯 这个也可以进行切片的操作啊 切片的操作 那么这个切片的话 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切片啊 这个passion的切片很类似 负以后的这个负1负2负3负4负5啊 从这里开始 对不对 17开始的后面所有的元素 那么就是这些元素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从起点开始每跳两格的啊 两个step的这样一些元素 那么也就是79915116对不对 啊是这样一些元素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倒着了 逆的对不对 啊这个integ3以后的 那么integ3以后的 在这里对不对 3以后的 那么就它以后的10到12对不对 是这样一些元素 好我们把这个再重新显示一下 那么3以后的再倒去 0123 是这里 这以后的把它倒过来 所以12就跑到前面去了 啊 讲错了 这里是0123啊 3 最大的是3这个位置 往前数啊 这个负1的话是表示往前数 刚才讲错了啊 那么就是在前面这四个数 往倒着往前数 那么就是109957 那么这个的话是3以后 一直往后数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1可以不要的 那么就是10以后的 啊 10以后的 刚才那个地方的话有点搞捆啊 好 再显示一下 负2以后的把它替换一下 那么这个是负1这是负2 也就是这两个元素 用它来替换 替换成负23和负46 啊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账量 那么这些就是它的一些索引和切片的操作 嗯 Reshape 那么这是呃 0到20之间的这样一些数据把它reshape成4x5的 所以是四行两列的 是这样一些元素 那么这是一个二维 实际上是一个二维表 对不对 二维表的话 我可以给两个维度都给做切片 那么这个行的话是取前面的两行 列的话是取前面的三列啊 所以这两行的这三列 所以是012567吧 应该是这样的 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 从从对零 对零行是从对零行开始 那么这里跳了三 也就是取的是这一行 0123再取的是这一行 是不是 这两行 列的话是 这一列和这一列 是不是 所以是这一行的 0和4和这一行的 15和19 这个的话就是 行倒着啊 其他的不管 其他不便 那么这个的话也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翻过来啊 实际上这里是个什么翻转呢 水平翻转是吧 水平翻转 就这个的话跑上面去了 这个0跑底下来了啊 这样翻转一下 这个的话就应该是 这个光约Y组翻转 对不对 光约Y组翻转 嗯 行列都翻转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行和列都要翻转 当然你也可以调用 这样一些函数 翻转的函数啊 这里01就是按什么翻转 0是按照行 我这个没记啊 我们去查 应该是行或者是列 0应该是行吧 啊 0啊 0是列 这个1是行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啊 我这个没去查 查那个表 20 好 我们再浮现一下 这个函数 fancy的index fancyindex的话 你可以指定 这个指 也说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列表 它进行索引 比如说这个行的索引是 123啊 这个1 续号为1 为2为3的这些行 就是 把这些行的话 啊 把它提起出来 那么续号为1的行 续号为2的这行 续号为3的这行 那么把它提起出来 所以就是就是这个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二位表 啊 就底下的三框 列是 12-1 列是 12-1 所以负义是这一点 最后一点 所以是679 1112 14 16 47 19 是不是 啊 我搞错了 啊 搞错了啊 但同时指指指它的行和列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就不对了啊 它是是这样的 同时指定行和列的时候是这个11这个元素和22这个元素和3-1这个元素啊 它是这样的 那么11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对不对 你看1-1-1-1第一行 这个指定的时候它不是从这个双引零开始的 啊 这个的话是第一行第一列 第一行第一列就是这个 这个 嗯 翻身index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啊 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一定的列表作为我们索引的这样一个 啊 这样一个下标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20 那么这里有20个数是四行五列的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给一个列表啊 这个列表的话就取它对应的行啊 如果给一个一个这样一个下标的话啊 那么它取的是行 那么也就取的序号为1的这一行 序号为2的这一行 序号为3的这一行 那么取了它后面的这样三行啊 好 我们把这个数字重新显示一遍 那么如果我同时给这个Row啊 行和列都给下标呢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它取的是谁呢 是这一行的这一列的这个元素 取的是这一行的这一列的这个元素 这一行的这一列的这个元素啊 那么它得到的就是这几个元素 那么它得到的就是这几个元素 11就是这个元素对不对 22就是这个元素 3 3 3-1 第四续号为3的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元素 就是19啊 就是19 那么这是这些元素 嗯 还可以对它进行研码操作 那么研码操作 你可以给一个研码的这样一个一个值啊 比如说我这里这个研码是个列表 我总共的话有这么多这么多啊 这么多个元素 每个元素对应的位置啊 我取哪些元素 如果我想取这个元素 那么它对应位置就是处啊 如果这个元素我不想取 那么这个元素的位置 我就是false 我这样去定一个研码啊 定一个研码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集合啊 这个张量对它的研码 做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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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 那么就会得到 我我取的是为处的这些位置的这样一个列表啊 就这些为处的位置这样些列表 我就把它取出来 为处的啊 为处的 好 当然你也可以啊 直接定义这样一个研码 用布尔值来定义它的研码 那么这个布尔值就是01嘛 1的位置是为真 0的位置为假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它的类型必须定义成布尔值啊 定义成布尔值啊 缺险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float类型的 好 我这样取的也是布尔值为真的那些元素把它取出来 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一个张量啊 一维的张量 那么除了采用前面讲的直接啊 附这个布尔值的位置之外啊 也就是我们自己直接定义这个研码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啊运算啊 用一些关系运算或者是逻辑运算来找这些研码的位置啊 比如说我这里找arrange array也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张量里面元素大于零的 且它小于7.5的啊 那些元素 那么它的研码就是处啊 其他的研码就是false 那么就会得到这些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研码它就处啊 我再通过它来下标示这个mask就会把为处的这些元素把它找出来 那么找的就是符合条件的这样一些元素 5到7.5之间小于它的去掉了大于它的也没有要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通常情况下我建议大家采用这种形式啊 这种形式 而不用这个陈啊 用语 呃 view view的话实际上就是你原来张量的一个仕图啊 它们供内层空间 那么这个a的话是这样十个元素 这里是走了一个简单的切片 对不对啊 se 你当你这个a改变了 某个元素改变了以后 s由于只是a的一个仕图 它们供内层空间 所以a变了以后s就会变啊 s变了 a也会变啊 也会变 那么这是这个b啊 十个元素 整数 b的话 b的话 把它啊 看着是个32位的数 b的元素都加了1啊 都加了1 但是原来的这个b 由于它们供内层空间啊 那么原来的b的话 数据类型 仍然是这个16啊 这里只是一个仕图啊 那么它改变的仍然是对应的那个内层空间的数据 那么这是view的概念 嗯 当然这个nampy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原色的函数 然后在这里不能都讲啊 都讲 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函数的话 我们还是去了解一下 一个是resave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啊 这个会经常用 另外就是suffle suffle的话就把它打乱啊 打乱 这个的话是返回这个最大值的位置 就是这个的最大值的位置啊 最大值的位置 这个是它的最大值啊 最大值 array 可以求它的均值 这个的话是keep 定啊 也就是它的维度保不保留 那么这个assess列啊 那么它求的是这一列 这一列 这一列的均值啊 均值 好 那么这一列的均值 如果这个为force的时候 那么就得到这 这 这一个叫什么呀 这一行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均值 是不是 七个均值 我们看一下它的save 看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啊 那么这个均值是这些数 对不对 就这一列的均值 就这一列的均值 那么这个均值的话 我们这个keep定为处的时候 记住它这个维度也保留了 原来是二维的 它也是二维的 只会变成了一行七列的啊 当这个为force的时候 啊 那么这底下的话就是七个元素 七个元素的话 它就认为是一个啊 是个是个序列啊 是个序列 所以它的就不是一个二维的了 它是七个元素的啊 这样一个账量啊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keep定是和这个为处为处 它的是不一样的啊 也就得到那个结果 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可以通过will去去查找 array大于等于10的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 是它的一个啊 所影位置啊 所影位置 那么这个所影位置的话 注意它是对应的 这个是它的行的下标 这底下是它列的下标 那么它的元素是对应的是这样 00 01 02 03 啊 等等等等 这是大于等于10的是吧 我们array的值是多少 就这些啊 都是大于等于10的 大于等于10的 但是这一部分 这些数的话就是小于等于10的 所以那部分的数据的话 它就没有了啊 就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是行的所影 底下是它列的所影啊 行列组合在一起 对应的组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它啊 它 那么你这边的话 也直接可以把这个放到这里面去啊 比如说我这是一个条件 我这个条件直接可以放到这里面 这个也不会错的啊 也不会错的啊 人人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所影的话 可以是一个wild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式啊 wild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底下的话就是一些线性怠速的操作了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啊 那么线性怠速 长运动有哪些操作 比如转置啊 啊 它的相乘啊 矩阵相乘啊 矩阵相乘啊 矩阵相乘通常用dot 啊 dot 求逆啊 逆运算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堆叠啊 堆叠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两行两列的 这样一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repeat 连续重复了三次啊 连续 重复了三次 每个元素重复三次 那么它得到的是一个 一个向量啊 得到的是一个向量 tite 三次 tite的话就是这个矩阵 这样横排啊 这是一个矩阵 右边再排一个 再排一个啊 这个是叫tite tite应该也可以指 只是它的轴吧 应该有这样一个参数 这是这个二维数组 那么它的shape的话是个一乘二的 那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连接 isys为0 a和b a呢 a是多少 a是二 两行两列的 对不对 这个的话是一行两列的 把它进行连接 isys为0 也就是在列上进行堆叠 列上进行堆叠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三乘二的 啊 三行两列的 嗯 a是个两行两列的 b的话是个一行两列的 把它转置一下 它就变成了个两行一列的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横向 在水平搜上进行堆叠 那么这个isys等于1的时候 是水平轴 isys等于0的时候 是它的重轴进行堆叠 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两行三列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vstack和hstack 数上提供的这样两个接口 vstack的话就是在垂直的这个轴上进行堆叠 hstack就是它在它的水平轴上进行堆叠 那么这个时候堆叠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形状 就是比如说我是我的 我的形状是两成三的 那么我在这个为主上进行堆叠的时候 那么它的列宽应该是三 行可以不一样 同样的这个水平堆叠也是一样的 水平堆叠的话是要求行 必须是一样的 列可以不一样 这个deep copy 那我们在前面讲了 直接简单的复值的话 这两个变量实际上 只是像同一个内存空间的 也就是b等于a的时候 这个b也和它是一回事 b改变了 a就会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 这简单的复值 或者是简单的做view的这样一些操作 那么它们的空间 是同一个空间 如果我想b和ba不是同一个空间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必须用深度拷贝 就是做一个复制 np.copy a 那么这个时候b改变了以后 a是不会变的 a是不会变的 那么这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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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